有越来越多的食品科学研究指出 牛奶的营养价值可能比想象中的低 事实上对人体也有可能是必大于利 除了里头充满细菌之外 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曾对6.1万名男女的饮食 进行长达20年的研究 结果发现每天喝三杯或更多牛奶的女性 死亡和发生髋关节骨折的比例都提高 原因可能就来自于牛奶中的乳糖 该不该喝牛奶引发正反辩论 反对的原因有一部分也来自于 现在的牛奶制造过程不同于以前 为了满足全世界各地庞大的乳制品需求 已经没有时间等小牛慢慢长大 像是在澳洲维多利亚省的这座畜牧场里 有些小牛出生五天之后就被送往屠宰场 而卤牛则是被施打了牛的生长激素 延续秘乳期才能持续产乳 全球对牛奶需求量大的国家除了美国还有印度 但是印度官方在2012年就公布一个惊人数据 全国有高达八成的牛奶都是假的 议员公开抵制喝牛奶 印度媒体更以白色毒药来形容牛奶 这些假牛奶被检验出尿素洗涤剂水葡萄糖以及盐 可怕的假牛奶一度在印度掀起风暴 不过对于牛奶的好坏研究数据白白种 该不该喝敢不敢喝恐怕还是因人而异 TVB新闻